听众姐妹平安 祝大家中国年快乐 跟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 我们互相来问候一下好吗 中国年 新春快乐 新年蒙福 真的 感恩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主题是 改换一心待他人 圣经是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的一到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打开我们的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好 我们一起来预备开始 我的弟兄们 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并不可安着外貌待人 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 穿着完美衣服 进行的会议 若有一个穷人 穿着安装衣服也进去 你来读好吗 华美衣服的人说 请坐在这好位上 又对那穷人说 你站在那里 或坐在我脚凳下边 这岂不是你们天心待人 又恶意乱惑人吗 我亲爱的弟兄们 请听 神岂不是请选了 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 并承受他所应许 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活吗 你们反而羞辱贫穷人 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 拉你们到公堂去吗 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 接上去的说 让爱人呼吸 你们若享受这自尊的律法 才是好的 当你们若按外贸待人 便是犯罪 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 因为那不灵敏人的 也要受无灵敏的审判 灵敏远是向审判夸胜 好 弟兄姐妹 我们刚才读过了 雅各书的二章十三节 我们俗话 中国有一句话说 人不可貌相 接下来那句什么 海水岂可用斗梁 对不对 这些俗话大家都熟能详 但是不可否认呢 大部分的人 还是无可避免的 会以人的外貌来待人 我们跟人互动的时候 一个人的容貌 穿着 甚至他说话的声音 他领上的表情 和那个人表达的一些技巧方式 都会影响我们 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 对不对 我们总是要看他第一印象 我们可能会被误导 对一个人的了解呢 也不一定是百分之一百的准确 可是很少有人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如果你今天要去密室一家大公司 你很需要这份工作 与师傅你一定会非常在乎 你给密室官的第一印象 如果你感觉自己不修兵符 很邋遢 那你一定会赶紧怎么样 去理发嘛 对吧 然后准备一套非常大方得体的衣服 好好的把自己新包装一下 希望自己可以给人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这些都是正确的 也是必须的 但是呢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一个人的外表就代表他里面的 他里面的十字吗 其实不然 很多的时候 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些差距的 所以我们不能只用外表来推测 一个人他内在的一些观景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 同样的也是讲到了 以貌待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么我们知道雅各书呢 是主耶稣的他肉身的弟弟雅各 他写给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基督徒 雅各他的绰号呢 当时人称他为公正的雅各 我们可见他这个人是为人非常地公正正直的 是被人所敬服的 所以呢 当时呢 那个时候正直罗马太平盛世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犹太人 他们就散居在各国 他们就离开他们的国家 就散住在罗马帝国的各个国家 其他领土上 有一句话说 条条道路通罗马 对不对 那是在公元秦三世纪 罗马帝国他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呢 他们就修建了以罗马为中心的 通向四命八方的道路 所以因为路况好 治安也好 出行就非常地方便 所以当时出国旅行呢 就非常地容易了 就有很多的犹太人呢 在罗马帝国各地呢 就做起了生意 我们知道做生意呢 如果不赚就是会亏嘛 对吧 所以那些犹太人呢 做生意呢 就有一些人就越来越有钱 但有一些人呢 因为生意失败呢 就越来越穷了 在那样的情况下呢 当时他们资金的一些贫富差距呢 就越来越大了 少数人也很有钱 那多数人因为生意失败呢 就导致非常地穷困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富人呢 会靠着剥削穷人来赚钱 在初代教会 那些在秦才上富足的人 所表现出来的是 财大气粗 心高气傲 到处呢逼迫基督徒 亵渎耶稣的名 甚至去欺压一些 那些贫穷的一些基督徒 他们当时呢 拥有社会的地位和权利 那个时代 就像当今现在的世界一样 是一个贫富差距 非常大的社会 对待贫穷和富有呢 人们的态度 也会区别地去对待 因此社会的矛盾呢 也就越来越激化了 当时很特别的是 穷人通常比富人呢 更容易接受福音 因为富人他有足够的精情呢 可以满足他生活当中 一切的需要 但是穷人呢 一穷二白 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们就比较愿意呢 接受上帝的恩典和帮助 但是富人和穷人 当时在教会里面的待遇 也完全地不同 教会里的那些信徒呢 就照着世人所做的 他们就奉承富有的人 却轻视贫穷的人 基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雅各呢 他就写信 警戒他们 教导他们 如何用正确的荧光 去看待教会里的所有会友 纠正他们的一些世俗的观念 鼓励他们在生活当中 要活出真实的信仰 上一次我们已经 一起学习了雅各书 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七节 雅各告诉我们说 要可目认识真理 我们不能对神的道 只有心动 却没有行动 雅各还说到 真正的秦成人 他必定会拉住他自己的舌头 并且还要抗顾在 晃烂中的孤儿寡妇 保守自己不蟑螂世俗 因此因为基督徒也很有可能 会被世界上的一些价值观 被世俗败坏 然后就导致教会也世俗化了 刚才我们读过 雅各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 那我们今天就按照这一段的经文呢 我们就稍稍地前堂 雅各书的改幻一心 待他人 我们就分开两个方面来学习 第一 我们不可用救赎的影光 去抗待他人 在第二章的一到七节呢 首先我们分开三个小方面 三个小顶来谈 第一是 不可拼心对待人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拼心 意思就是不公正嘛 有意的去 去倘负一方 去断定别人 心中存着拼静 雅各说 我的弟兄们 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你们并不可安着人的外貌去待人 在这里雅各 在第二章的二到四节 雅各这里也提出了 他们在教会当中发生的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 雅各说 有两个新朋友同时进入走进你们的教会 一个人穿着光心亮丽 从头到脚都是高级名牌 背着爱马仕的包包 手上戴着鸽子当大的壮戒 圣经说戴着金戒指 可能这个时代我们对金戒指都已经无所谓了 现在讲究的是壮戒有几卡啦 对不对 可是当时那个年代呢 戴壮戒 戴金戒指呢 可能就是一个有情人的象征 我记得当时在四十年前的温州 如果一个人手戴金戒指 基本上走路带风 时不时的还要出来秀一下 然后到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你知道说这个金戒指 代表他的一些有情人的象征嘛 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有情人 另外还有一个人呢也同时进入教会 这个人呢衣着很当薄 好像很破烂的 一看过去呢你就知道他是一个穷人 这个时候请弟兄姐妹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当这两个人同时走进我们的教会 如果你是那个做接待的 你会怎么做 你不用告诉我你心里想一想啊 测一下自己你会怎么做 好 可是这两个人进到教会 你又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做哪里 因为是第一次嘛 就需要教会的人为他们找地方做 很明显的他们是第一次来的 雅各说你们立刻就做错了一件事 你们一看他们的外表 然后就马上下结论就说 马上邀请那个有情人 请你坐在这里 然后又对那个穷人说 你站在那里 然后他说或者坐在我的脚凳下边 这里跟那里是完全不同的待遇 雅各说你们这样做 岂不是拼心待人吗 中国人的待客知道呢 请贵宾上座是表示尊敬嘛 犹太人也不列外 主耶稣曾说 当你被人请去复印的时候 他说你要新选择末位 就是那个最不好最不起眼的位置 免得后来呢 被人从那个上座上请下来 那就以笑大方了嘛 这表明呢 犹太人应洗的座位呢 确实有尊卑之分的 可见在当时的教会呢 他们邀请妇人坐在贵宾席上 并且备有脚凳 可以放置他们的脚 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很简单 可能下面还有一个脚凳 他的脚可以很自然地 就是这样子 坐在那里靠起来 这可能是他们的头等座 这很明显 他们是将穷人看为是第二等的公民 甚至是下等公民 雅各尔就责备他们 他说你们怎么可以将世俗的标准和引光 带到教会里去对待弟兄姐妹呢 这是不应该的 当然我们教会会要求 找到的弟兄姐妹 先把前面的位置坐满 然后此一点来的弟兄姐妹呢 你就不需要再绕到请命找位置了嘛 那就移民造成了会场混乱 这是属于教会管理和会场纪律的问题 其实我们今天到上帝的定当中敬拜呢 坐在哪里都没有分别 因为神愿让我们不在乎坐位的圆或敬 当然你也不要说 那我就坐最后哪一个 反正神不在乎 可是你要顺服教会的会场的纪律 跟秩序嘛 你新来的你就先把前面做好了 后道的就妥妥地做后面嘛 所以世界上的人呢 常常是以人的地位和财富或外貌 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然后呢再做区别的对待 当我们以同样的世俗的眼光去看待 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的时候 圣经说我们就是否定了 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如果我们的教会里面 以外貌待人 抗重富有的人 轻抗贫穷的人 跟世界上的人一样 那我们就亏损了上帝的荣耀 也败坏了教会 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 弟兄姐妹都来自四名八方 习惯文化都不太一样 教会里面如果有各式各样 不同社群背景的人 一起来敬拜神 我们想一想 这是一幅多么美的画面 对不对 就醒出了上帝丰富的荣耀嘛 解经家那个伯蒂克说 按外貌待人是违反信仰的本质 这样的做法 与我们所信的真理是不符合的 拼心待人完全就违背了上帝的信仰 上帝不会这样去对待穷人 他反而会设立很多 会顾穷人的规定 要以色列民去看顾穷人 顾念那些在晃浪当中的孤儿寡妇 上帝是慈爱的父亲 亲爱的弟兄姐妹 曾经有一个军官呢 他因为一些公务的事情呢 就迟到来去聚会了 所以当这位军官来到教会之后呢 他发现已经是坐无虚席 全部都报马了 甚至前面的位置 已经有人坐在地上了 那这个军官 他一到会场的时候 就被他下面的有一些士兵 他的一些士兵就发现了 军官一来 士兵会怎么样 马上站立嘛 对不对 他们想让座给这位军官 可是这位军官他说 你这样做在外面是可以的 可是我今天来到教会 我是你的弟兄 你是我的弟兄 我们的地位是平等的 所以你没有必要 让你的座给我 这是不必要的 这一套在外面是可以的 可是在教会里 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 同样的对待和待遇 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当中 所描述的那个情景 你会怎么做 你是否也会拼心地对待他们 你特别会去注意那个有情的会友 忽略那个穷困的会友 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去对待穷人 虽然我们自己也贫穷过 可是如果我们以人的外貌来做判断 以世俗的荧光去对待人 甚至说这并不符合基督的福音 今天的信息也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大部分是做父母的 对待你的孩子 我们也不可平行 有些孩子特别讨你欢心 个性特别像你 你又跟他非常地就是了得来 那你就特别地宠爱他 试试为这个孩子考虑周全 喊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里怕摔了 公主王子帮得对待他 可是你对另外一两个孩子呢 你不管不问 哪里两块哪里带去 不要烦我就好了 你就特别地看重这个 却忽略那个 亲爱的兄姐妹 当我们这样做 你不是在激化孩子们至今的矛盾吗 有多少的孩子心里面是很受伤的 是没有安全感的 因为他感受不到父母的爱 圣经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是上帝奇妙的创作 亲爱的各位 我们手里的这一汪水 你要装得平啊 不能说百分之五十五 五十跟五十 可能很难 可是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去对待你的孩子 不管这个孩子是不是特别逃你荒心 但他是你的孩子 你要同样地去对待你的两个孩子 或者上个孩子 所以我们不要拼心地对待人 我们要求上帝常常来提醒我们 不可平心对待人 接下来我分享第二个小顶 不可恶意断定人 那二章四节雅各在这里的用词十分强烈 他用了恶意这个词 如果我们当凭外表去断定人 将人区分成不同的等级 当我们看见富人进来 我们就优待他 看见穷人衣裳狼 而轻视他 如果我们看外表成功的人 就认定他们是重要人物 我们就构成了错误的区分 当我们这样区分的时候 就已经设定自己 是那一个可以判断人的 这样做 雅各说是错误的 是邪恶的 我们任何人没有全并 凭外貌去断定一个人 他们这样去断定人 就是违背了上帝对人的看法 圣经说这是罪 外面的穿戴不能代表人内心的品格 但人是抗外貌 但耶华却是抗内心 在神的命中 只有性与不性的区别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这样去断定人吗 当我们这样去断定人 你就是用世人的影光 去看待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以外貌代人 就不但不符合基督的信仰生活 也会导致人做出错误的判断 我们就失去了公平和正义 这样做法不符合基督信仰的生活准则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 区别仍然很明显的社会处境当中 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改换我们的引经 以福音的引光 以耶稣的引光和福音的价值观 来看待教会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因为在基督里面 按照耶稣基督的引光来看 我们都是尊贵的 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 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尊严 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尊重 所以我们不要恶意地去断定这个人 这是第二个小顶 不可恶意断定人 第三 不可羞辱贫穷人 经文是在第二章的第五到第七节 这里是雅各 在雅各书当中第一段批评富人的经文 雅各书总共有四处的经文在批评富人 我们在想难道雅各对富人有拼近吗 还是当时的那些富人确实是为父不仁呢 那么我们看到在第二章的第五节 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 雅各在责备之情 他要新称他们为亲爱的弟兄 说话是不是很有技巧 他说当你们拼心待人 用恶意去断定这个人就是怎么样的话 他说你们有没有想到自己就羞辱了穷人 当我们去奉承富人的时候 就一定会羞辱到贫穷的人 雅各说穷人虽然很穷 但是神却让他们在信上富足 你等于羞辱了富足的穷人 富人外表虽然看起来珠光宝气 感觉很富有 但是他的内心很可能是很贫穷的 但是你我不知道 你凭什么这样去断定人呢 雅各在这里再一次地提醒基督徒 上帝所谨选的大多是贫穷人 大多数都是社会底层的人 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情书 第一章的二十六节所说的 你们蒙招 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也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但是上帝却谨选了他们 使他们因为信靠耶稣基督 在信上富足 他们因着信就成为上帝的真儿女 成为听国的子民 他们因着信 他们将来就可以承受听国的丰富 当然神也会谨选一些世上的富人 我们也必须明白 有些的穷人 他们并没有富足的信心 有一些的富人 他们的信心也是很富足的 我们都是因着信 得着了将来永不震动的国 得着了那永远的 无比荣耀的永远的基业 圣经说神要将他的国赐给那些爱他的人 无论是贫穷的或者是富足的 这是上帝谨选的恩典 这也是上帝他自己的主权 没有没有发现 上帝很喜欢我们这些无名小卒 他会把我们每一个人变成重要人物 上帝谨选贫穷人 不是因为他们贫穷 而是因为他们对神很有信心 一个对神带有信心的人 在上帝的影中 神来看他就是一个富有的人 这是上帝的看法 我们教会也应该以这样的荧光 去看待我们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真正地信靠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不可以羞辱贫穷人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从荣耀的神降卑为人 他为我们生在卑微的马槽 且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人们看他 也不过是一个贫穷木匠家的一个儿子 是一个卑微的拿撒勒人 圣经说他没有加美 加行美容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当时耶稣基督 他从死里复活 神将他升为至高 他竟坐在上帝宝座的右兵 将来他还要在荣耀当中降临 荣耀的主耶稣为了贫穷人 他自己成为贫穷 难道我们还要去羞辱贫穷人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 都是父主的人 你阿们吗 因着信 在主的里面 我们都是父主的人 告诉旁边的 是富豪啊 旁边弟兄姐妹 大富豪啊 真的是富豪啊 将来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国 真的是永远的 荣耀的 永不震动的国 所以我们 因为神所赐的 那个永恒的财富 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 病情而改变的 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和犬世 有一天 在将来的某一天 它会营销云上的 我们什么都带不走 兽医也没有口袋 带不走啊 对不对 但是将来每一位爱神的儿女 他都要承受上帝丰盛的产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有 全新的视野跟国度的影光 去看待自己和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可羞辱贫穷人 我们要细细地审查自己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的处世为人 我们的价值观 和对有一些事情的看法与判断 是否合适的心意 你是否用基督徒该有的影光 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 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呢 求神灵敏我们 我们有时候是无知的 是软弱的 帮助我们能够尽力起 正确的价值观 因为无论我们在今生的富足 无论我们在今生 我们的财富是富足 或者是贫穷的 都有上帝的恩典 使我们可以在神的国里 不断地去领受天国的丰富 这是第三点 不可羞辱贫穷的人 改换一心待他人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个大点 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做出改变 那既然这些世俗的影光不可以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出一些的改变呢 第一小点 让爱神 让爱人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在第二章的第八节 雅各继续告诉我们 他说经上记者说 要爱人如己 你们要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爱人如己是旧约律法 与主耶稣强调的待人的原则 也是基督徒 基督教信仰核心的所在 律法的总干就是要 尽心尽力尽意尽信爱神和爱人如己 雅各强调这至尊的这个词的重要性 他说这个律法是最高尚的 是王家的律法 是国王帮布的律法 因为他在君王的心意里有独特的地位 爱人如己 他特别能够反映上帝的性情和旨意 雅各批评他们说 你们说自己爱人如己并没有错啊 但是你们不能只选择去遵守部分的律法 你们对那些妇人说 我要非常爱他 因为圣经说爱人如己 可是对贫穷人你为什么就不能爱人如己呢 你为什么只选择去尊重那些富人 拼待这些穷人呢 他说神的律法 他不是也说你要去固定穷人吗 他不是说你要去看顾那些孤儿寡妇吗 你为什么不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待所有的人呢 你为什么不对穷人爱人如己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是如果希望别人怎么带我们 我们也要怎样带他们 当然我们也不要跑到另一个极端啊 就是丑富富有的人 看见了就不爽 为什么他这么有钱 你心里面就有一种好像丑事 这也不可以啊 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安外貌待人 因为那个人比你富有 你就特别地苛刻他 对他也有特别的要求 这个也是我们值得去注意的 在神的命前 人只有信与不信的区别 方式信靠神的人 都是神所爱 是神的儿女 雅各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彼此相爱 才是基督徒生活的伦理 我们爱是因为神心爱我们 神就是爱 当我们领受神的爱 我们就要把这份爱分享出去 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很多的爱 但是却无人可以爱 这不是也很可悲吗 圣经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 告诉我们说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如果我们是一群有财富的人 富足的人 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更大的财富是基督的恩典 和神果的丰富 并要在财富上 与那些有缺乏的人 分享恩典 分享主的爱 因为我们没有一样 不是从主领受的 如果我们是一群 在财富上有缺乏的人 我们也要记得 我们最大的财富 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和神果的吩咐 神必定会叫我们 在信上富足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每个人都很忙 忙工作 我们忙我们的事业 忙照顾儿女 忙家庭 也忙着服事 当时今天借着神的话 我再次地挑战你们 我们要向神 知取更多的爱 让我们 我们不单单只做 那个领受阻碍的人 我们也要成为 那个分享爱 祝福别人的人 让爱人会成为 我们生活当中的 一个中心目的 无论适合我们的家人 还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少一点的批评 多一点的体谅 少一点的怨恨 多一点的包容 少一点的计较 多一点的付出 你会发现许多美好的事 就在你的身边发生 教会 它就会成为一个 充满爱的大家庭 愿我们每一天 都能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都能够张行耶稣的爱 那主的名 就在我们的身上 得到荣耀 这是第一个小顶 让爱人成为我们 生活的中心 改换一心 待他人 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习 第二个小顶 让神的话成为 生活中的导航 雅各在十到十一节 这段经文当中 他批评他们 没有按着神的话去生活 他们只是遵守 他们喜欢遵守的 根据个人的喜好 选择性地去遵守 一些的律法 他们对神的话语的顺服 是有选择性的 雅各就责备他们说 如果他们凭着外貌去待人 那就没有爱人如己 他说你不能说 我只是放了这一条 其他的我都遵守了 所以没什么关系 上帝不会跟我计较这么多的 雅各警戒他们 他说因为防遵守全律法的 你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放了中条 就像一串完美的珍珠项链 如果有一颗珍珠坏了 那就不完美了 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靠着行律法得救 可以凭着自己的行为 在上帝的命前称义 我们只有依靠的是 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 和那救人的福音 他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瑕疵 使我们真心地诚意地渴望 要去遵行神的旨意 这叫做使人得自由的律法 我们不是被迫的 我们不是被逼的 我们是很自由的 是心甘情愿的 而且是非常渴望的 去遵守上帝给我们的话语 所以我们今天既然蒙恩得救 我们就该照着上帝的话 说话行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信靠主耶稣跟随主 我们就要照着神的话去做 每一次来到教会 我们要在神的命前承认自己 生命里面的贫穷 在主的命前 我们要清悲地来聆听神的话 并且愿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照着神的话去把它醒出来 我们不能当当听而不去做 因为将来神要照着我们所醒地 审判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神的话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导航 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醒在神的旨意中 这是第二个小顶 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导航 改换一心 带他人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小顶 让灵敏成为我们一生的提醒 灵敏是上帝代表性的属性 神在《出埃及记》的34章第6节 耶和华神亲自在摩西的命前宣告他自己的命 他说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灵敏有恩典的神 雅各警告当时教会里的会友 不要对贫穷人持有贫鉴 当我们在教会当中对待富人和穷人不公平时 我们就犯了罪 得罪了神 神是公平的 他不看外貌 只看人的内心 所以我们应该以公正和灵敏的心态 来对待每一个人 特别是对待贫穷的人 灵敏是远是给人不应得的 或者是不配得的 但是你就是给他 神接纳我们也并不是按照我们有多好 也并不是按照我们的外貌 一切都是因为上帝的灵敏 所以我们这一批人坐在这里 我们得蒙救赎靠的就是神的灵敏 我们才得以被救赎 我们也是一直被主灵敏的一群人不是吗 我们也是每一天领受上帝恩典的人 所以我们要有一颗灵敏人的心肠 因为圣经说 那不省灵敏的人 在十三节他说 因为那不灵敏人的 也要受无灵敏的审判 灵敏远是向审判夸胜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灵敏人 那么在审判那日就没有灵敏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若不灵敏人 将来受审判的时候 你就得不到上帝的灵敏 我们也会被审判 因为灵敏人你就胜过了审判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七节 主耶稣再一次用一个比喻 来敞述了这一句的经文 主耶稣以不老苏人的那一个恶仆 来讲这个故事 来解释了他的教导 他说一个国王豁明了 那个仆人永远无法偿还的聚而在物 可是后来却发现这个仆人 对他的同伴没有灵敏 那国王就收回了对他的灵敏 耶稣说 如果你没有灵敏 我们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话真的是叫我们恐惧占尽 多少时候我们会因为别人的罪我 就不肯去饶恕他 对于别人所犯的错 总是想让他付上代价 岂不是我们自己也倾听火在神的灵敏中吗 今天我们的上帝他如果纠察我们的罪孽 有哪一位在上帝的命前站得住呢 我们今天要将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不可安外貌待人 这个外貌可能不单单指贫穷 而是指不同个性 各种类型 不同的打扮风格 或者说不同的背景 跟我们不一样的群体呢 不一样的做事风格跟你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要做一些的警示 有没有一些人 他不是穷人 但你就是不想靠近他 领个招呼你都不想打 你也不想和他说话 你更不想说不要跟他分享神的爱 今天我们听到神的话 你愿意做出改变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罪人 都是不完美的人 都有自己丑陋的一面 按照神公义的审判 没有人可以有资格得救 神的心何等的灵敏我们 他不看我们的丑陋和罪恶 他赦明我们一切的罪 用他自己宝贵的生命 把你把我赎买 他为我们付上了他自己生命的代价 他按照我们的本相 他接纳我们 不断地施恩与灵敏我们 就是现在 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 还是不够的 但是神还是给我们 悔改的机会 好叫我们可以跟随 耶稣的脚中去行 让我们改换一心 待他人 教会是神的家 这个家如果人人都付出爱 愿意以灵敏的心去看待我们的家人 去看待他人 弟兄姐妹之间能够彼此相爱 在这里 人人感受到被接纳 被尊重 那么这个家就是天堂 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成为一个 待人有恩 一个匆忙灵敏心肠的人 一个常常祝福我们的人 下面我们来看我们的结论 教会里面没有贵尽之风 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尊重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以灵敏人的心肠 在教会里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活出爱 敬证神的爱 这是我跟大家今天分享的信息 信息的主题是 改换一心待他人 第一 我们不可用旧世俗的荧光 去看待他人 第一 不可拼心对待人 第二 不可恶意断定人 第三 不可羞辱贫穷人 第二个大点 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 做出新的改变 让爱人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导航 让灵敏成为我们一生的提醒 让神祝福神的话 好 好